消防隊員上樓搶救 發現情況不對 讓人先撤出來 人先撤出來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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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隊員第一時間撤出公寓 趕快灑水 樓梯啊 樓梯給他送風好了 往上撤 五樓陽台瞬間被火蛇吞噬 窗戶玻璃也瞬間四散 原來這是發生在這個月六號 西比市樹林的火警 男子不滿被漲房租屋內引爆瓦斯桶 最後送醫不治 在好險的市 消防分隊的小隊長第一時間 就宣布撤退避免隊員受傷 我們在一二樓間就有聽到 瓦斯桶泄氣的聲音 所以我們就一邊布水線 然後一邊往上走 我們大概在四樓的時候 我們的探測器開始動作 我們也聞到很濃厚的瓦斯味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下定決意 就是要撤退 差五分鐘火蛇就直接從陽台竄了出來 實在好驚險 而當時小隊長使用的 就是這台瓦斯氣體探測器 我們在走廊的時候 它就開始聲響大作 警報也開始動作 主要是這根探測頭 可以偵測到環境中的瓦斯濃度 一般濃度要超過百分之1.6% 就會有引爆危機 而這台探測器 濃度大約在百分之0.4% 就會開始警民作響 提醒消防隊員要緊急撤退 這回小隊長機警下達命令 才能讓所有隊員全身而退 TVBS新聞陳榮欣燕是不是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